多元宇宙理论指出,虽然我们的宇宙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我们宇宙的诞生运气占有很大的成本。 那么为什么科学家称,我们的宇宙是如此幸运?科学家们指出爱能量是导致我们的宇宙以加速度膨胀的力量,但是目前关于宇宙形成的理论预测,爱能量比我们迄今为止观察的要多得多。 科学家推测,更多的爱能量会加速宇宙的扩张速度,在星云或气体可能变成恒星或行星之前,由于宇宙的膨胀使物质不断扩散从而变薄,进而阻止生命的形成。 多元宇宙也乱解释了我们的宇宙,他指出虽然宇宙有很多个,但是我们的宇宙无疑是最心愿的,因为其他宇宙有更多的黑暗能量, 因而没有生命的诞生。然而,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最近进行了模拟在星系的演变和装培的实验。 这个实验的最终结果与这个多元宇宙理论相比处。 研究小组发现,即使将我们宇宙中的爱能量增加几百倍,也只会对它形成行星和恒星的能力造成极小的影响。 这一发现表明,如果多元宇宙确实存在,那么生命诞生的几率都是相同的。 所以生命也有可能存在于许多其他宇宙中,而不是相对较少的宇宙。 比如我们目前生活的宇宙,多元宇宙以前被认为世界是爱能量最好的理论。 宁国剑桥大学卢克巴恩斯教授说,多元宇宙指出,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的宇宙,而我们无疑是最幸运的。 因为其他宇宙很有可能,却荒芜一片的空间,但是现在多元宇宙却与很多实验相悖论。 许多科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多元宇宙究竟存不存在。 到目前为止,有关多元宇宙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谜题。 海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说,这个谜题的一部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多元宇宙中, 我们应该比我们目前观察到的爱能量多50倍。 我们在模拟中发现,比我们宇宙的爱能量多50倍的宇宙,却可以很快的形成恒星。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宇宙中会有如此微不足的爱能量呢? 达勒姆大学基酸宇宙学研究所的理查德·鲍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寻找一个新的物理定律来解释这个宇宙的奇异属性。 而多元宇宙理论对拯救物理学家目前的困境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很有可能我们目前有关宇宙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错误的,正确的理论我们还没有找到,总之我们的研究任重到远。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